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让自己现在还是单身呢 想跟剩下的唯一没结婚的闺蜜喝点酒 却发现闺蜜刚刚被求婚 就在闺蜜扔下自己去找未婚夫的时候 一个眼睛男出现在了小美的身边 向小美介绍了自己的公司 一家为职业女性所设的临时婚姻介绍所 因为有些妹子虽然很想结婚 但是却缺乏和男人生活的信心 嘴上说着不及 其实很感兴趣 针对这样的妹子 他们可以让这些妹子体验两天的婚后生活 至于临时老公的人选有三个阶段 经济实用型 商务精英型 至尊 土豪型 于是小美开始了第一个等级经济实用型 眼睛男把三张照片一放 我一看这也太经济实用了 一个大板牙 一个汉尖头 要谁谁都选中间的 并且交给了小美一个表 闹钟一响就代表试用期结束了 于是小美来到了一个普通的公寓 初次见面 小美还是有点尴尬的 但是这个经济老公因为就是干这行的 所以很失敬业 完全拿小美当媳妇 上班有人送 下班有人赢 中午有爱心午餐 也不用出去吃饭了 休息的时候 两个人一起出去散步玩耍 就在刚要进一步接触的时候 小美因为工作原因要回公司 等忙完的时候 闹钟却响了 两天的试用期已经过去了 感觉还不错 于是小美又开始了商务精英型 这回的临时老公是一个银行职员 下班的时候 来到了一个比上回好多了的房子 刚进屋 发现乱的一塌糊涂 明显的宅男房间 商务老公比小美回来得要晚 看到小美没做饭 两个人来到一家小店吃了一口 第二天 小美将屋子收拾好 做好了饭菜 两个人相处的还算不错 到了休息日 商务老公要去打高尔夫 小美只是试探的问了下 能不能不去 没想到商务老公略带强硬的回答了她 小美的脸色一下子就不开心了 这回 小美开始了第三个等级 至尊 土豪行 刚下班 管家就开车来接 让小美精疲力尽的舞会 不让小美上班 只让小美待在自己身边 小美呢 自然是接受不了这种生活 三个等级看下来 小美向眼睛男诉说了自己的意愿 她喜欢上了第一个经纪老公 但是经纪老公已经辞职 已经联系不到了 伤心的小美一个人坐在公园的椅子上 没想到经纪老公却来了 又是一个互相表白的场面 阿翔已经不想再看到这样的画面了 真是句句扎心 总之两个人在一起了 并且定下了婚约 故事也就这样圆满的结 不 等一下 这天早上 就在小美上班之后 经纪老公给眼睛男打了电话 报告喜讯 眼睛男来到了一个房间 我去 整个房子都是男人 有做菜的 有按摩的 而这些项目 都是经纪老公给小美做过的 眼睛男激动的向大家 报告了这个喜讯 全场鼓掌欢笑啊 而且还有土豪老公 跟商务老公 眼睛男呢 也将公司的拍扁换成了 真为家里蹲汉制而设的主妇养成所 而小美呢 还在美滋滋的走在上班的路上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阿翔看完这个电影很有感触 浑身又充满了正能量 你说为啥 土豪老公 商务老公 都不如经纪老公 这说明什么 说明阿翔还是有机会 找到一个美丽 又体贴的女人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喜欢的朋友 欢迎关注大雄观影 留言多多支持 每天一播好电影 丰富你的运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